哈囉,各位安安,我是葉 今天呢,要來介紹一下我自己製作的原創Studio跳躍解明地圖 我們開始吧 內友攻略 呃,首先我們先開始會到這個地方大廳 對,然後按一下這個使用 傳送到第一關 第一關呢,這邊 我有寫那個 中文字就是看上面的板子,數字 加起來 就是最後的答案 對,然後這邊 這邊拿槍,射這個標靶 這邊就會跑出隱藏的數字 之後呢,請不要觸碰到紅色區塊 因為觸碰到就會 死掉,就像這樣 所以我們要遠離紅色區塊 遠離紅色區塊就是 貼著牆壁走 然後呢,這邊 這邊有一台電腦就是,剛才你看到的數字全部加起來 這邊的密碼是228 之前很多人都說密碼錯誤 就是因為我這邊設定成別的密碼 對,所以錯誤 然後按一下確認 就會顯示恭喜你答對了 然後右邊的門就會打開來 記得這邊要拉壓 要不然 就算辦法 到第二關 到第二關之後呢 這邊 這邊 上面有寫說 那個 試著 看著地板的顏色走 對 我們先 往這邊 拉 南關的拉桿 還有 前面的門就會自動打開 然後這邊 藍色的地板呢 就是 前面有個空氣牆 對 可以這樣跳上去 不用 拉這個桿 然後 左右邊才是正確的 左邊是會傳送到這邊 所以你要重新跳 對 然後我們蹲下來跳 跳進這邊 這裡面 然後左邊有空氣牆 然後到第三關 第三關呢 就是 也是一樣走空氣牆 這邊都會有提示 請試著地板上的顏色走 對 這邊走 走走走走 走 記得要貼牆走 因為這邊有一個拉桿 拉第四關的 拉下去 拉下去之後呢 就可以 往第四關 再來是 第四關 第四關呢 這邊很多人都說很難跳 不過沒關係 我們 這邊 這邊也有空氣牆 可以這樣跳過去 不過 跳過去 一失敗的話 沒關係 我這邊有設置一個空氣牆 可以從這邊 設施波 跳到這邊 然後呢 因為這邊有空氣牆 擋住 所以 這邊 蠻高的 所以 蠻高的 蠻高的 蠻低的 所以 所以 跳失敗的話 然後 跳不夠氣的話 可以這樣 然後 跳過去 跳過去 再 跳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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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跳過去 這邊 踩上去 這邊呢 只是障眼法 前面全部都是障眼法 我們只要走到這邊 踩啊 記得不要踩到紅色的 就亂有幾個橋 這邊是那個 爆破防法 這邊是 最後邊走過來 這邊是最慢 然後走到這邊呢 記得有一個拉桿 到第五關 下面會有一個 傳送點 這邊是正確的 其他的傳送點 都是會傳送到 爆破點的前面 對 再來是第五關 第五關呢 就是 往下跳 這邊走到這裡 往這邊走 然後這邊走 這邊走 然後這邊 對著這邊 然後這樣 這邊有水 踢下去 然後這邊都是看不到的 然後很容易看到這個就是 恰恰 然後記得這邊要拉拉桿 這樣第六關才會開啟 第六關呢就是 就是 看著這上面的 空白走 對這上面空白走 其實不用看 就是 一直按著W鍵 前進就OK了 然後 再按 前進 前進 唉唷 這已經卡住了 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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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這樣就同關了 對很簡單吧 然後 如果你喜歡的 這張地圖 記得點個 愛心 還有 星星 對 然後 再來是 創作內容 因為 第四關 蠻多人卡住的 所以我就來 簡單來說一下 我 這張地圖的那個 設置機關方法 那張地圖的那個 各位可以發現一堆的 我們先看第一關 第一關就是 就是 這邊 槍嘛 然後 這下面有一個 機關 這個機關呢 是 當 當 子彈射到這邊的時候呢 這個 箭頭就會觸發 萬死 然後 再把這個 下面的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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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壓力 那算壓力板嗎 不是 應該說 呃 這個 氣壓式方塊 它就會把這個方塊給推上來 然後就可以知道密碼 對 然後這邊 就是 死亡方塊 碰下去之後呢 就直接死 開 開 幽靈模式就碰不到 對 這個就是 音效 然後這個是拉桿 然後這個是 輸入密碼的電腦 對 再來是第二關 第二關這邊呢 就是 有一個 提示的 觸發方塊 觸發方塊 這邊有一個文字 記得要 觸發方塊跟文字 才會 顯示 顯示文字出來 對 然後這個 Belink 是 重複執行動作 就是 Belink 連到前面這兩個方塊 然後 Belink 連到這兩個方塊之後呢 然後 這個觸發方塊 再連到這個 Belink 這樣子它就會 觸發前面的方塊 然後也觸發Belink 就像這樣 然後 Belink可以 設定秒數 按X編輯 可以 設定幾秒 消失幾秒 減 對 然後 這邊都是空氣牆 為了防止作弊 然後 剛才說 左邊是錯誤的 我們 直接 示範一次 直接傳送到這邊 這邊 這邊的地方 對 記得要拉拉桿喔 要不然沒辦法開門 再來是第三關 第三關呢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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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的 觸發牆 應該說 那個 那個叫什麼 觸發方塊 對 這邊 走過去之後 就有觸發方塊 觸發到這個文字方塊 可以編輯 對 然後呢 這邊很多人就直接這樣走過去 對 很多人 我看到很多人就這樣走過去 對 因為他們不理解 我這邊 都 都有打 那個 請示著地板的顏色上走 對 地板的顏色呢 痾 這樣 是有一點誤解 沒錯 只不過 我這個 為了 為了搭這個 讓你們這樣 直接這樣 跳過去 然後走過去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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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到這裡 按個拉桿 拉桿之後呢 第五關就會開啟 然後這個 門也會開啟 開啟之後就不用離前面的方塊 就可以直接走過去了 再來是 第五關 第五關就是 努力的往下跳 這邊 這邊倒有水可以踩 掉下去之後記得 拉這個拉桿 或者可以從這樣上面 如果運氣好的話 就掉下去 然後死去之前拉這個拉桿 然後門就會開了 就這樣 再來是第六關 第六關 第六關 第六關就是很多的空氣牆 空氣牆都是對你這上面那樣走 走走走走走 然後走走走走 這裡就通關了 對很簡單吧 就是這樣 藍色七關是通關的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全圖 全圖就是這樣子 然後大約花了兩天的時間蓋 對 然後後面後續可能會增加一些 遊戲的地圖 對就是這樣 然後 今天 今天 今天蓋了這張地圖 就是觀賞用的地圖 觀賞用的地圖 差不多花了五個小時多吧 對五個小時蓋這個地圖 建構思想 各位可以看一下 標題就是 這只是一個家 對 一個家 然後這邊就有一個很普通的家 很普通的家 按一門前面的空氣牆擋 就不給你出去 對 然後這邊可以點 然後他會說 我的老公跑去找小山 嘶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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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好笑的 對 很好笑 然後這邊按一可以開門 然後這邊就是 客廳 然後 這裡就是 浴室洗澡的地方 對 然後這邊是 上二樓的地方 這邊是 那個 走廊 對 然後這邊是 妹妹的房間 妹妹的房間 這邊有妹妹 在看鏡子 本來 本來想打說 要買什麼東西好 然後這邊可以進去 進去之後這邊 這邊有東西可以看 然後這邊寫說哥哥去學法 等一下就可以見到哥哥了 這邊是妹妹的房間 這邊是哥哥的房間 哥哥的房間就是 滿滿的書 然後還有畫 然後哥哥長這樣用 沒錯 哥哥就是機器人 本來想打說什麼也沒這麼快的 然後這邊 這邊就是普通的電腦 然後這邊有寫說明天就是 妹妹的生日呢 然後這邊有一個筆記本 就是買生日禮物 然後7月20號 妹妹的生日禮物 然後繼續上個盒子 對 就是這樣很簡單 然後就是這樣 這就是哥哥的房間 然後這邊是廁所 廁所 廁所 大致上就是這樣 很日式的 很日式的家庭 對 就是這樣 他簡單的 然後他只能按X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點這個推薦地圖 還有 還有這個 也點個愛心 我會感謝你的喔 嗯 大致上就是這樣子 如果喜歡的話 就幫忙點個喜歡 以及分享 還有訂閱 大致上就是這樣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拜拜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